也是和海边有关的消息 这是为了促进宜兰民宿的发展 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宜兰住宿 宜兰民宿节在外澳海滩 推出了幸福餐桌海滩晚宴 要让参与的游客一边享受美丽的海景 一边也品尝到在地的美食 要让房客留下美好的回忆 凉爽的秋天傍晚 宜兰民宿房客们来到景色秀丽的外澳海滩 坐在沙滩的桌椅上 吹着海风 双脚感受浪潮的来回冲刷 品尝由宜兰在地食材所做成的美味佳肴 感受到宜兰的观光及慢火的无限魅力 这次是宜兰县江苏民宿节举办的第五届 那么我们每一次办的活动 每次都不一样有不同的特点 像我们第一次办是在清水公园的河岸旁边 然后我们来举办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宜兰的民宿 做以此发展光大 那么宜兰的民宿在于台湾来讲 事实上知名度很够 但是对于东南亚跟大陆市场来讲 宜兰的民宿事实上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宜兰相说民宿节的一个举办活动 那么把宜兰的民宿分享光大 那么像我们这次我们的礼监师会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去吸引大陆客人 那么事实上来讲 我们对大陆客人来讲很可惜的部分是 我们的知名度不够 所以我们大陆来台自由行的客人里面 排行不到前十名 观光应该算是全民的观光 是所有的全国的民众应该大家一起来推 那么宜兰我们其实是很感动的 因为宜兰的乡村民宿协会 很早以前就跟我们在东南亚各地行销推广 而且他们一直很用心 也很有计划的在执行他们的行销目标 那当然宜兰的民宿质感是非常棒的 对我们来讲也很得到认同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能再扩大知名度 因为现在不管在东南亚或者在大陆市场 都有所谓的自由行的客人 这一块都是我们应该要积极争取的 宜兰是非常有条件的 第一次来到宜兰这边感觉来到参加这个民宿节 感觉活动很新颖很在海边举行 感觉还是挺好的 你们安排的也很周到 我觉得挺用心对这个活动的推广 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 我们从大陆内地过来这边 感受到这边的气氛非常好非常好 宜兰乡村民宿发展协会 为了吸引更多旅客前来宜兰观光住民宿 推出了宜兰民宿节 还别出心裁的推出幸福餐桌海滩晚宴 瞄准海外旅客 让旅客敞翔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 感受是特别的悠闲 也让这些旅客留下难忘的回忆 也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效应 达到宣传效果 为宜兰观光以及民宿住宿带来新商机 亿兰新闻记者是市民采访报导